HELLO 跟大家說回來聊天三頻道 我是裡面的天三 是今年中年新大月20年 天三在這邊跟大家拜個早年啦好不好 這邊也是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這部影片啦 我想要做簡單的開箱影片 為什麼 因為在這次的一個開箱的影片 是我們的重慶狼隊 他們寄了一個 禮盒這邊給我 讓天三去做開箱 然後我當然這邊也是不會給觀眾一點失望的啊 當然我們會把一些裡面的一些 周邊小禮也可以寄給我們的觀眾 好如果觀眾如果看到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要在上面的評論區去做留言 後面的話 等一下有機會把它抽出出來 OK 不要說說我們來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吧 OK Let's go 好的 我們就來開箱一下 OK 打開之後裡面 第一個竟然就是他們重慶狼隊的一個公仔娃娃吧 這算是他的娃娃 吉祥物 有個土舌的一隻狼 毛色還不錯啊 你看有漸層之外 它的整體的實感我捏起來 挺舒服的 蠻扎實的 很適合大家可以抱在手上 沒有啦 你要抱到哪都可以 放到哪都可以 接下來 亂一個是他們的一次性的口罩 是 一次性的口罩 我打開來看一下 上面有個LOGO 喔 狼隊 我之前看到重慶狼隊他們裡面的選手 像是安仔他們好像之前就有戴過這個口罩 大概是有一次性的 有十個吧 因為每一萬的話應該八到十個 差不多 好 這個也算是我們到時候也可以送給粉絲啦 好 接下來下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一個 這個是 不懂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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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手提袋 欸對 看起來像手提袋的東西 是不是我看一下看一下 欸沒錯 確實喔 這個是 一個手提袋 而且 是有彈性的 感覺 欸不錯不錯 之前沒有彈性那種很容易就是 可能放比較重的東西 它就開始變形 到時候可能會破掉 這種有彈性的話 我覺得可以 蠻耐用的 好 這個也可以抽給我的粉絲 因為有些粉絲 其實 我的女性觀眾也不早 來裝便當 帶去上班的地方 欸好像非常不錯適合 喔這個 另外一個就是我覺得還不錯的 這個好像是日曆 是的 是的 這是日曆 我們把它看一下 這個後面 是 有個 立牌之外 還有一個重慶狼隊的一個 喔 對沒錯 日曆 它這個日曆上面還有刻字 所以我鬥起來之後 我們把那個立牌放上去 就可以知道 這個月的禮拜一在哪一天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去做調整 就可以調出來了 好 那我們再把它組裝上去 OK 這個應該就是 紅包袋吧 看起來就像紅包袋 聞起來就像紅包袋 我把它撕開來看一下 2024有沒有 紅包袋大部分 如果包那種 一千元在裡面 或是幾百塊在裡面 用這個袋裝 特別的豪華 還有家財萬貫 加油喜 試試啊 隨便 反正就是大家 我覺得 很需要 反正過年快到了 如果你們真的錢太多 記得包給甜生 哈哈哈哈 我把這個紅包袋寄給你 再給我 沒有啦 開玩笑 好啦 這個也可以抽給我們的觀眾去包紅包啦 反正過年要到了 OK 好 把它裝起來 待會來看一下下一個 是我們的 也是最後一個吧 我看一下這個是 我們的極章冊 這個極章冊 應該是他們本身 狼盾的一些活動 可以去蓋章的地方 這撕掉的話 就有點可惜 好 那我這個究竟不猜 到時候也是拿來 抽給大家 那也可以當筆記本去用吧 如果沒用的話 檯面是可以寫些東西的 好 那就 目前所看到的 這幾樣東西 我們來 好好的整理一下 好了 那就 開箱完之後 總共就 一二三四五 還有一個 幾張冊 總共六樣東西 好 有機會的話 我就是 到時候再抽獎用吧 然後抽給各位粉絲們 好 那應該就是 這些東西啦 整體來說 算是 還不錯的 而且我覺得 算生活上面 都還算是必用性的東西 而且很符合時事嘛 畢竟紅包嘛 日地口罩 這些都可以 好的 以上就是這次的開箱影片 如果大家真的喜歡的話 記得來到下方的評論區 去留言 然後天安到時候再抽出 一些幾位幸運兒 然後把我們的利品送出去 好 如果你們本身也是我們重新狼隊的本事的話 我會把一些相關他們的資訊 放在這邊 如果還沒訂閱 還沒追蹤朋友們 請記得趕快訂閱跟追蹤了 這期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期影片見 各位掰掰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